2022日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了 而每到过年就是家家户户妈妈们最忙的时刻 花莲理想大地今年推出了单品六样的 丰虎银春精选年菜 同时也指出今年度住宿订房量能已达八成 在疫情期间也欢迎花莲地区的乡亲外带年菜 让除夕围如新级主厨邦尼摘配道府 理想大地丰虎银春年菜外带 每年都会将理想金糕银糕列入年菜名单 理想有金糕结合凤林无毒甜南瓜 以及日本原历大干贝 加入自模的再来米米浆 吃出干贝Q弹 南瓜香甜及浓郁香味 幸福满意 熟悉为如让新级主厨帮你栽配道府 让你感受纯朴浓郁的花莲在地好风味 那再过来是介绍我们的佛吊祥 佛吊祥是我们的主厨 它是有40年的包汤功力 里面有鲍鱼干贝 排骨 还有栗子跟蜜 由于今年疫情关系 也让许多饭店业者在经营上也相对困难 而理想大地由于未处观光地区 能够获得许多旅游奖项 也表示非常感谢游客们的支持 那还好我们理想大地的团队同仁们都很团结 然后一步一脚印走到现在 前几个礼拜那个西华饭店的刘文昌 常董也猜了我们自己来这边散散心度假 回去之后他就发布了西华饭店 二月中午要结束农业了 所以刚才有聊到就是说花莲其实跟去年讲一样 花莲的确是这一波算是很幸运的这些业者来讲 比例原则来看 那北部跟台湾其他几个地方真的就是说还蛮严重的 那希望就是说这一波疫情能够尽快地往下来 所以在2022年春节年菜预定上 理想大地度假饭店特别强调 每道料理皆以自然手法制作 单品六样丰虎迎春 更提供组合年菜套组金银六宝宴 又会价4175元 所有祖父们的需求 让每位备菜的祖父们能够轻松过年享清福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不到